全球知名企业IBM最近陷入巨额的非法解雇诉讼案件 主要原因是因为近年来IBM涉嫌恶意逼退全球将近10万名的资深员工 其中包括2万名都在年龄40岁以上的中壮年员工 因此东森新闻特别就专访到南加州知名的律师郑博人要为观众分析 有人用剪不断理还乱的方式来形容当下的老子关系 可见雇员跟雇主关系的复杂性 而没有这样的情况之下 雇员跟雇主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郑博人郑律师就这话给你讨论 郑律师你好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下的雇员跟雇主关系当中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很多的华人他们不知道非法解雇的定义是什么 第一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所谓的国外 还是是一个公司不是在加州 然后你请了加州的雇员 你不能用你的当地的法律来做事 我给你一个例子 最近有个雇员来找我 他跟我讲什么 中国的公司跟他讲 写了一个邮件给他 你怀孕了 你美国没工作了 你赶快回来中国 那今天的话很多的人雇主还会讲说 在中国的话这是合理的 可是今天如果你请了加州的居民的员工 你要照着加州的法律做事 所以非法解雇在加州市 今天如果一个雇员他有投诉的话 为了他自己感觉 那是叫good faith 合理的原因 然后你解雇他 这个是一个非法解雇 这个是一个报复 It's called retaliation 这指的是哪个部分 我跟你讲一个例子 我们那时候我们代表一个员工 他最后他是内部里面做一个会计 他发觉 这好像公司的话有贪污 这个贪污的过程就是 在他的公司里面 他觉得律师费用一个月一百万 有一个无法理解的数目 所以我觉得是有点贪污 所以最后他就申报了 他申报给他人事部门说 他觉得公司有疏忽 然后人事部门因为他这样子做 他就被解雇了 那最后的话文件都出来 被告人他说 你看我们文件没有 没有贪污 可是被告人雇主的律师 他不懂 今天如果在内部里面的会计师 他合理 合理good faith 他有他的出发点 还有他的原因 最后他就发觉是有贪污 其实他错了 然后你把他解雇 这个就是非法解雇 雇主不小心真的非法解雇了一个员工 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第一个你可以拿back pay back pay的意思就是 被解雇了以后 到案子结完了 好 案子最后有判决数下来 你全部的钱可以拿掉 你也可以拿到front pay front pay的意思就是 我今天我会在这个公司几年 客观的几年 我可能要 最后的话我可能升级 最后的话我可能会留在那里 五年还在那里退休 这个钱都要付 您也可以拿到心理损失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因为这是一个罚款 罚款的意思就是 如果今天雇主有恶意的意图 去解雇一个人 那最后如果判决数下来说 他有恶意的意图 那你就可以拿到punitive damage 所以你的损失可能是10万 20万30万 可是你最后可以被罚一个 300万400万500万 其实有很多的案例 在2019年2018年最后出来 也有很多政府的部门 也有被罚款 都是几千万美金 所以我们不要想说 这个是只有针对华人 还是针对小公司 其实有很多大公司 最后判决数下来的以后 也有面临几千万的punitive damage 感谢郑瑞先生 想一讲解个耐心说明 相信观众对于当下 老子关心当中的 非法解雇部分有点了解 证明要呼吁所有的观众 有任何法律上的疑惑 一定要找到一个专业单位 进行咨询 以上是有东西新闻 李中瑶刘浩然杨平俊 在罗杉矶的查报导